好 乒乓球能够锻炼孩子的注意力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的乒乓球速度太快 而且要求的连续性太多 那么的话你的注意力稍微有点分散 或者不集中的话 它就会变成你击不到球或者碰不到球 特别是这种少儿幼儿园的这些孩子 因为它的注意力就一下子 一两分钟它注意力就不会集中 如果你长期的健康乒乓球训练 它的注意力持续的从两分钟三分钟一直到后面 可能会五六分钟七八分钟 对于改善孩子的注意力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说是不练乒乓球或者其他的 他的眼睛会到处看 因为我们的乒乓球速度太快了 你一看或者注意力不集中你就碰不到球 那么的话就要求 这个运动要求高度的注意力集中 对锻炼这方面是非常有好处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